很多人说水清则无鱼啦 这是你的问题 水清则无鱼嘛 没有人能在你旁边混水摸鱼 那这样的话 会来支持你的人就比较少啦 不然你讲到这个齁 我在跟你讲个很悲哀的故事 去年 我其实就是我该怎么讲齁 就是我 然后找到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 我希望能够去问他有没有意愿 来选选意愿 那他就说他的父母希望跟我见面 那我当然没有问题 然后父母劝你不要找他出来 不是不是 那他父母就来我家了 他来我家以后他父母吓坏了 说哇当立委当到这么穷 他说蛤你住这里喔 那我说那怎么样 然后结果他爸竟然跟我当着我的面 他也不怕侮辱我 他当着我的面说 跟你是有什么前途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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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也说 看你在辦事 他就讲了一句刚刚你跟我讲的那个话 說这个 哈哈哈 好没有关系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之前我跟朋友谈 就在讲说出来当立委 然后有朋友就说你应该出来当啊 为什么你看过哪个立委很穷的 有啊黄国昌 没有我也不敢说穷 我老实讲讲穷是有一点太煽情 但是呢就是没那么有钱 对就以一个立委的薪水来讲 一个月真的给你自己的薪水 19万就你老老实实的 本来就是归助理的钱就要给助理 因为我们现实的状况是说 他给你的公费助理 你其实拿去请助理其实是不够的 断线 断了 卡了 讲到立委就卡 怎么回事啊 确定断了吗 现在好了 现在就OK了 现在OK了 好各位网友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这纯粹是我家的网路系统太烂了 我们没有被查水表 跟国家机器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这纯粹就是我家的网路品质太差 所以大家就懂什么叫水清没有浴 不 我还是回来 就是讲那个 就是说以一个立委的薪水来讲 就是 你不能说低啦 但是他助理就是一定钱不够嘛 但是这个都不是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情是我很火的就是说 所以我每次看那些议员 最近又爆了很多 我每次看那些议员哦 他可以把助理费 污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搞别的事情 我真的是看着目瞪口袋 因为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那你们当议员都不用请助理 不可能啊 那你要请助理就要给钱啊 这些钱就是从别的来源来的 然后呢 他 他自己只能把那个公帐的钱收起来 他别的来源他收了的话 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所谓的soft money 软钱 用别的方法 很多这个利益团体 用别的方法来赞助这个政治人物 他派20个人来当你的免费助理 比方说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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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